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岁那年我爸妈离婚 我妈跟一个男人跑了 所以我跟我爸就跑去台东住 然后我们在那边遇到一个人住民部落 我们在那边住了大概两个星期 那边人住民人很好 都会请我们吃山猪肉跟香肠 之后呢我买了人生第一双Nike球鞋 但是因为山里一直下雨 所以鞋子就一直进水 我的脚每次都是湿的 常常穿着雨衣跟球鞋在操场上跑来跑去 我最擅长的运动是打篮球跟游泳 我游泳可以游挖室跟自由室 大概五十公尺我只要三秒就可以游玩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香肠 但是那边的香肠都不好吃 我很难过 我爸都会买黑桥牌的 但是那个也不好吃 之后呢我常常穿一件绿色的外套在游泳池游泳 因为绿色的外套跟蓝色的水很搭 然后我爸会帮我拍照 那拍出来的照片我都不喜欢 好 那你有没有 有时候我爸会开车在我下山到六湖村玩 六湖村我最喜欢玩的是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上每次都会 我会坐一些很很大只的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急 很急的时候又会觉得太快了 加上很急又会让我觉得很焦虑 我觉得我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焦虑的 在云霄飞车上跟一些很大的人坐在一起 很大的人都会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 在路上如果遇到很大的人 我就会走到马路的另外一边 我如果遇到狗的话我也会 遇到那种头上有刀疤的狗 我会闪得特别软 因为那些狗看起来没有吃饱 而且他们感觉都会一直想闻我身上的味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身上有罐头的味道吗 还是是因为 因为我很喜欢做影响这次 听下来 好 我听 好 你要喝水吗 你要吃东西吗 啊对不起我忘了 干净点啊 昨天睡得好吗 臭雨吗 有没有吃饱啊 我恨你 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 我恨你 但我爱你 我恨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恨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恨你 谢了 不客气 你要替我唱歌吗 没关系 我给你唱首歌啊 好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给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生不双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